一定是完全一模一样 等于是你基本上不用改太多地方 再来的话 它里面也提供就是让你建Data Base的功能 不过我刚刚讲过 并不太好用 所以我们可以用之前教过的方法 也可以建Data Base 只是说那个路径你要告诉它放哪里 我们只要知道那个Data Base放哪里 我们就可以用之前讲过那些方法 去存取Data Base 或者你要去存取MySQL 也可以挂上来 这没有问题 所以它提供蛮多的方法 另外的话 再来就是 如何开启外部的那个IP跟Po 也就是我们刚刚执行的话 一定是127.0.0.1 而且8000 如果说将来你要能够让别人 比如说你现在就一个Server 假设你把Server弄起来 你要给别人用的话 你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知道你现在的IP位置 是多少 所以我刚刚直接用什么Windows键加 Windows键加一个R 然后打一个IP卡 或者其他方法都可以 知道我的IP位置是这一串 那我就把这一串怎么样 把它 特别说以后如果说你要能够 让别人Run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要记得 我刚刚有提过的 就是你要能够在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 Setting里面 你要记得把这边加一个这个 有没有 Allow Allow的host 就是外部的那个网站也可以连进来 第一个一定要做 如果没有做它还是连不进来 因为等于是防火墙挡住了 它没有开放 OK 那第二个要做什么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你将来呢 要能不要是127.0.0的话 你就是Run的时候 Run这个TextJungle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RunS 直接就Run它 如果说你要能够Run 的IP位置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Run 底下有个什么呢 这个设定 你就在执行的设定的话 你就只要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按右键 我们刚刚是RunS 那你就把它Run之前 先Run一下那个 设定 然后它这边 在Man的页面隔边 有一个相关的 传参数的部分 Arguments 然后你可以 它预设是Run什么 预设是Run Server 其实它Run就是 帮你打一个指令 叫Run Server Server Run抢 预设它用那个IP 我们其实只要怎么样 在后面跟它讲说 我Run的Server的IP位置 不是在预设的 是在这个IP 而且Pol号的话 如果我指令在80的话 你可以给一个 或者其他Pol号也可以 如果那个Pol没有关掉的话 你可以直接Run 最后Run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结果应该就可以看到 就这一个 你可以在这边把它Copy一下 并且在这边 假设我不要Run这个 我就 如果贴到前面 假设我贴到前面 然后叫Hello 2 一个IP位置 加Pol Enter看看 OK 其实OK 不过 如果你要测试看别人能不能连进来 不过好像 我们会跳一个防火墙警告讯息 但是因为要打开防火墙 好像要输入那个 就是管理者的密码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试看 应该互相连连看 如果可以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让外部也可以连接 并且修改那个IP位置